所以真如实相 低于一空 低于一空就是 在真性里面 没有现象 它没有物质现象 没有精神现象 也没有自然现象 所以科学就差不多了 科学一定有对象 自性里头这三种现象都没有 自性在哪里 无处不在 无处不在 你就是见不到它 它是一切万化的体 没有它 一切法不能成立 就好像这个电视的屏幕一样 屏幕什么都没有 它能现一切相 现象的时候 你就忘掉了一幕 你就背了个相迷了 就不晓得这个真的东西 真如了 其实你要是觉悟了就想到 相跟心从来没离开过 自性在哪 自性在相当中 离开自性没有相 所以我们现在光是见到相 把心忘掉了 心里头不是现象 能生现象 三种现象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 变现有次第 但是速度太快了 次第肯定第一个是自然现象 第二个是心理现象 第三个是物质现象 太快了 你想想看 一秒钟 一千六百兆 年度 那一年 也就是一秒钟的 一千六百兆分之一 这个里头还有三个阶段 自然现象 心理现象 物质现象 还有三个 三个阶段 你怎么能够发觉得到 这八地菩萨 他有能力 看出 在这个这么快速度里 他能看出你先后次第 这个是 科学还没有解释到 现在只看到 这个物质性那个精神 精神要怎么来的 不晓得 是五中五十有 科学家也说得不错 如中生有 其实 心理现象 上面就是自然现象 那就是夜象 阿赖亚的夜象 就是最初的那个波动 第一个波动 没有阴的 所以叫无始 无名叫无始无名 换句话说 你找不到它开始 你猜说它一小时了 他说它会消失 这一个念 消失了 下头一个念又起来了 就像我看电影 这种交绝 镜头一打开 画面 画面照到荧幕上 立刻关起来 第二张就写 第一张就没有了 电影 一秒钟才24张 那现在告诉我 那现在告诉我 整个宇宙的现象 是一秒钟 一千六百兆 那我们无法想象 所以佛经理先生讲 不可思议 这是说第一口 这是说第一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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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